我非常感謝國內媒體 教這個法文大會 公佈調查結局 連這個涵規面非常廣闊 可以提出我們候選人在這麼多方面 重要的議題他們的閘隔 是對於香港市民來說 是非常好的信息 讓大家看得到 剛才郭先生已經提出了23條 和版權條例之中的二次創作問題 在這裏我和他的意見都很相近 因此我不想重複 幾乎是同一件事 或者加少少二次創作 我們的確要做一個好一點的平衡 作為香港的一個大都會 在國際上這麼重要的社會 都市我們一定要尊重版權 我們知識產權是非常之要受重視 反正我們會失去在國際上領導地位 但二次創作 是否等於一定會侵犯到原作者的版權 這是不一定的 剛才郭先生也跟你說過在外國的例子 所以我們回答 我回答 都是說 我們應該在新的法例裏做一個很清晰的 豁免一些二次創作 不過可能我們有需要 解決清楚些 什麼叫做創作 因為有些可能你不是創作的 你直接拿出來的成本 或者改了一點點 可能人家的版權人 會覺得有侵害到他 因為你不是創作性的工作 這方面是需要慢慢研究一下 怎麼才能做得好 不如我講一下 郭先生沒有提過 例如 檔案法 我們的資訊 自由 這一點 這一點 其實香港 我們自己的基本法 講得很清楚 我們幾個月 三十條說了 要保障我們香港的 資訊 自由 秘密 首先講的 檔案法 這一點 香港暫時沒有任何一個開放 開明 或者移民為本的地方 所立的法例 將政府的檔案 很清楚地 立檔案 歸檔案 然後好好的管理 保存 這些程序 都是不清晰的 其實在外面 比如英國 美國 澳洲 新加坡的地方 都以很清晰的法例 定了出來 香港有一個叫做檔案管理 這些制度 不過是非常之落後的 香港有沒有一些歷史檔案 有沒有一些公共檔案 可以讓我們香港的市民 隨時可以翻查 完全沒有 因此之過 很多時候 我們香港有可能 會遺留了一些 非常之重要的 有歷史價值的檔案 譬如我們香港市民 是看不到 譬如說出門歸時 有些什麼文憲 有些什麼政府收好了 我們將來可以拿來給人看 大家還記得 有政治任命局長的時候 曾經要求政府 給我們看看 究竟你們的政治任命局長 他們的申請多少 他們的聘用條款是怎樣的 當時曾經都是不給的 後來我們才給壓力 政府才可以拿出來 那種種顯示到 香港是極之需要一個 完好的檔案法 這樣才可以令到 香港的市民 最重要的就是 知情權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再另外一件事 就不要令到 每一個部 每一個局 自己只是收藏自己 一些很零碎 完全沒有系統的檔案 這樣的話 是完全對於 將來我們香港 剛才來說 起碼在歷史價值 收藏口床裡面 是完全保護不到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香港市民是一個支持權 我們想知道 政府如何去制定一些 影響到我們 香港設身市民的政策 的時候 它有什麼做過 有什麼討論過 我們想翻查一些紀律 我們應該都會知道的 另外呢 另外呢 就 我講一講 這個 有關這個 淫雪和北亞物品管制條例 這條條例呢 很奇怪 是非常之有感情的 因為我在1986年的時候 某立法局做這個 作理化的顧問的時候呢 其中一條新推出來 當時是第一次推出來 就是這條條例 而呢 你們這次問的第一個問題呢 也都是正面當時呢 作為一個在地法律公民的工作呢 就看完條例 就分析它裡面所寫的東西 就給當時的 立法局當時的議員呢 讓它參考 就是給它一些意見 有什麼是不夠清晰 或者政府說它想用這條條例 草案達到這些目的 而我們的意見 就覺得它這樣寫白呢 究竟達不達到呢 我們給意見出來的 而當時我很清楚記得 那個報告裡面呢 第一個爭議性甚高的就是 究竟任雪和斌崖 這兩個定義 如何定義呢 那曾經呢 當時我記得開會的時候 很多議員呢 都很多意見 反問這個 當時律政司的 法律文起草專員那些人 問他 你可不可以寫清楚 這條任雪 什麼叫畢雅呢 因為你的字寫的 都沒有寫的 令人覺得 厭惡 覺得低劣 墮落 實際上 實際上沒有 那是怎樣呢 你給我看 或者給我一些 影片 給我看 給我一些東西 我才可以感應到 這個東西 是不是墮落 是不是令我不安之類的東西 但當時呢 他們考慮過不同國家的法例 他們覺得呢 他們覺得呢 當時馬上寫一個 真是可以很概括性 很準確的 線式呢 是非常困難的 因此呢 他們呢 最終呢 都差不多都是說 不如等這個條例開的時候呢 我們有一個審裁處 他們呢 是會用 不同時候 用 不同的 當時寫道德的標準 去衡量 然後積聚回來呢 自不然呢 就可以有一個 比較穩定的標準 可以跟隨了 這樣 那現在是一個86年 第一次推出 現在多久呢 20年後 就是幾年後 應該照計 什麼準則都定好了 所以呢 我是非常之覺得呢 在這一刻中呢 應該可以 有一些比較實在一些的準則 給我們香港市民去跟隨 尤其是出版銷 電影製作的人 他們都想知道 怎樣才叫做是或不是 另外一點呢 我也是非常同意 外面方家已經說了很多次 審裁處 審裁制度 那個審裁處 不可以做兩個 同時間的角色 第一個 就是一個行政的角色 去將這些 這樣的物品 去分類定為 屬不屬於 任氏或者不額 而同時間呢 將來他們呢 他們呢 有人反對或者 有關通過控告的時候呢 同一個審裁處 不過可能不同人 但是都是同一個部門 就變成了 蔓延一個司法的角色 去審定他 審判他 是不是不額 所以呢 這個是非常之不至 我認為呢 我是應該 將這個 崩裂行政的 責任馬納克羅 出來 不可以放在審裁處裏 好了 我大概說了 就是這麼多 遲些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再和我們討論吧